由于江青梁给吴敦义十万块政治现金的这个事情 今天双方的统一说法是这是一个场地费的赞助 所以吴敦义开了十万块的政治现金的收据 给江青梁在申报的时候呢 也是申报的是非现金的捐献 那除此之外呢 另外昨天吴敦义还被踢爆的是 接受另外一家杀石业者二十万的政治现金 吴敦义说呢 其实当时同在南投选立委的民进党林云生 收到的是三十万 他十万块就是场地费 他不收 那我还是要等于付他藏租嘛 他没有收我还是依法申报 这表示我非常守法 守规矩捐给唯一的对手 同选区的林云生先生三十万 捐给我二十万 我既然接受了 那不能说我都不认得 到底这个杀石业者是不是捐给吴敦义二十万 捐给林云生三十万 林云生上面的回应 昨天第一时间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是说 他要去看资料 资料都封箱了 不然他不知道所谓的顺意杀石场 有没有捐款 那要等到深夜结束 拜票行程结束 封箱猜资料才能够确定顺意到底有没有三十万 不过仍然是在监察院的这个政治现金的这个申报当中是看到了这笔钱 这笔钱是在96年12月31号呢 顺意杀石业捐给林云生的三十万 就是昨天民进党指控说 如果跟杀石业没有利益关系的话 人家为什么会捐钱给你 2006年的时候 有一家顺意杀石行 遭到公平会惩罚 因为他恶意囤积 哄台价格 这家顺意杀石行 捐了二十万块钱 给吴敦义竞权立委 我们想想看 如果吴敦义跟杀石业没有任何关系的话 那为什么 遭政府惩罚的顺意杀石行 愿意捐二十万块钱给吴敦义呢 这个记者会把它换一个名词跟数字 就是为什么愿意捐三十万给林云生 就民进党在开记者会之前应该没有查清楚这件事情 所以就有这个指控说 顺意杀石业怎么可以捐给吴敦义二十万 其实捐给了林云生三十万 另外其实在监察院的政治现金的申报里头呢 杀石业者捐款 其实也还蛮多的 包括了民进党中央曾经捐 得到杀石业者的捐款三笔 汤火胜也是难投的立委 得到的是两笔 不过呢之前曾经有人传出说 苏贞昌也收过江青梁的捐款 但是这个部分呢经过清查 不管是江青梁的捐款 还是杀石业者的捐款 苏贞昌都没有收过 这只是经过这样子的议题的讨论 杀石业者的政治现金 民进党在指控吴敦义的时候也伤到了自己 东昂 其实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个我们透过经常院申报 就我们的制度面其实是越来越进步了 我们可以看得到更清楚 因为杀石业者是非常敏感的 那我想赖昌德等也没想到说 讲吴敦义的这个二十万会伤到自己 因为他其实对他自己的同事的状况 不是那么了解 所以在打这场战争的时候也非常有趣 不过这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 再回过来看 就是说到底杀石业台湾是怎么管理的 为什么杀石业 他可以难略都要做这个投资 而且一般我们的理解 二十万也好三十万也好 只是他这个合法申报的部分 那后面有没有你看不到的东西 这一块才是更重要的 尤其是这个像南投县 还有我们过去比较熟悉的张化云林 乃至于这个云嘉南 你说杀石业的问题 其实传闻真的非常多 然后而且是不分蓝绿 那这件事情 就是当这个选业过后 政府有没有办法做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规范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有关江青梁的部分 我一直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说 如果江青梁已经改过向善了 吴敦院长要不要推荐他加入共云党 因为我觉得他蛮适合重振 因为他从这个 又多了一个肯定江董的 我觉得他如果说 他从小就佩服他了 我从小不是 没有一起讲大 但是以江青梁的那种表现来讲 就是说同样几个政治人的危机处理里面 江青梁我真的是觉得说 坏人是我他在那位置 我看完都没有他那么沉默 他的危机处理非常成功 而且他到讲到现在是调子越讲越低 挨兵都出来 那反而李文中本来是发动的人 反而受困在这个议题上面 就是他本来应该是打吴敦义 打李朝青 结果被一个江青梁摆在那里 锁在那里 而且民调一直下降 反过来看江青梁这样的人如果从政 大家怎么去思考这样的问题 我们讲说更生人 我们应该让他有自信 肯定他们的自信 但是更生人 尤其是有这个辉煌的前科的人 如果他踏入政坛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怎么去思考 或者是说这个社会标准是 怎么去看待他 这个部分 我想不认为蓝的或绿的 都要对这个社会提出一个好的答案 其实江董的危机处理 甚至让夜市的生意越来越好 郁蓬有去调查过 对啦 我是沈医师有提醒说 你们应该派特派记者去 但是我没聊没聊 较有南岛的朋友 说夜市要是你 你较有超顿的 较有南岛的朋友 我不要说人 没可能被人生命受到危险 又是秘密症 没有那么严重啦 我有问南投的朋友说 你那真的夜市有影响吗 他说没有啊 人多多人反而变多 有没有买东西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因为大家好奇嘛 就说你看这个夜市 看热闹 它叫草邪墩已经不重要了 这是江董的夜市 大家有兴趣去看 你不可能在那边 就收到什么黑道威胁 改名江董夜市 尤其是外地人更想去 你知道所以他那个 其实人潮多了 我不认为生意会不好 那更不要说他掉三层 我觉得这一点 倒是你们可以去看看 说不定我朋友是乱讲的 不过你还会看 我很赞成 终好前一节讲的说 江董后面是不是有高人指点 加上他天赋异禀 就是很会应付这样的一个场面 后面没有高人指点 你会看夜市这些人 夜市为什么会去讲说掉三层 其实你去拍那现场 还蛮多人的 那后来的哀兵阵阵 这都是一套 有公关公司规及的 一个运作方法 除非你打个一面有联系 学校冲阵 那不然的话就是后面有高人 那高人是什么样的团体 我不确定 夜市公较有人都在冲阵 所以以文轩的角度来看 他真的表现比 其他两位候选人好 可是他不是候选人嘛 为什么有地方很多 比如说有黑道背景 或者其他争议背景的人 一直能够当选 现在可能还在选县市长 其实他们都有过人之处 只是说这种过人之处 在地人不在乎啦 你放租台湾台北市啊 高雄市啊 其实不是在乎说 你的背景是什么 他还是会当选 但是其他外县市的人 就会检验说 你这个境冻完了是这样的 所以我说江董这个议题 其实不应该锁在南头 应该变成全国性的议题 应该是全国性来讨论说 你做到院长这一级的人 你这样去搞背 你背又说得这么水鬼的时候 到底你是不是嘴巴讲的 跟你过去不管是募款也好 不管是什么作文 作为都是有这个清廉致辞 马总统也是 你只要有今天的成就嘛 吴院长你今天如果拿来 跟林云生比的话 我觉得老实说 我们理想赚到 你上市在对下市嘛 你怎么才逼这个呢 吴院长的行政院长 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他长期在经营 都认为自己有招 一日会有这个位置 林云生我觉得 不然跟他那边 你如果说我 你有我也有 这样你就跟林云生去 南头川留意就好 你自己做一天会做什么 这个是不对等的比较 我觉得吴院长在这一方面 有时候说了太大 有时候又有这个 这个才是政党在对决里面的 醍醐味 我是这样觉得 是不是有必要 因为这个案子 我们就把杀死业者 就照开拓违规来处理 所以杀死业者是不是 要把他污名化这议题 或者杀死业者是不可以捐款 这也是个议题 那因为在南头的杀死业者 可能也不止一家 那南头杀死业者 如果地方人是在竞选的时候 他站住一点 那有没有刚才 东豪讲的说 也没有开政治现金收据 那是违法 政治人员违法的问题 那如果在这个合法的范围里面 杀死业者 我说我捐给你民生 没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 我捐给民进党 没什么关系 那为什么捐给吴敦利 因为你是行政院长 就要修理理 那时候他捐的时候 他还是立法委员 所以我是讲 就事论事来讲 我这样说法 只是为了攻击吴敦利 而攻击 我觉得意义不大 那再来说 你跟吴敦利 跟这个江董 有没有深交高贵 我不晓得高贵定义是什么东西 我不晓得定义是什么东西 你说蔡志文 你有没有同学 或者朋友 曾经有涉案的 我跟你讲 我数数根还不少 但是是不是我们就不叫高贵 不来往 我这个高贵这个东西 不能这样砍脱还砍脱 再来我想说 回过来这个李文中 他李文中其实在草屯 刚才那个讲到草邪敦 其实草屯的古名 就叫草邪敦 草是同一个名字 那草屯当地人 他这样讲 他有一种不同思考 就是说 那一天这个 这个廖子又黄文君 带李文中去看他的时候 在场不只他们这些人 在场有很多人 而且都很多支持民进党的人 他们都看到这个情景 说李文中真的有当面拜托人家 所以为什么李文中今天面对的 其实不是什么冒生命危险 他也敢往身上贴金的 他面对是信用扫地 他在自己的支持者面前信用扫地 这是他最大的民调 会掉的一个原因 因为他人不知道要来听 说我感动 我如果这样 你说好笑的 我怎么可以讲好笑 现场太多人了 不是一个秘密行程 不是一个秘密行程 他在夜市第一站的先进 江董的那个办公室里面 就跟他打招呼 所以才会有廖子有讲说 两杯茶的时间 喝两杯茶的时间 那李文中否认这个事情 那江董他讲的很好 就是说我当时不能表达 我支持你啊 不能支持李文中啊 那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蓝头本地人对这个 外来去竞选 多多少少会有人排斥 这事实啦 不一定是什么党派的问题 那李文中在想办 你就克服这个 结果你就困在 跟江董在打这张仗 你在草屯怎么会有票 你在蓝头怎么会有票 所以说不是聪明 真的比江董 李文中是笨的 不可说实 就这个沙石业的捐款 我得到3.7% 你有没有得到沙石业的捐款过 你看我刚才讲 沙石业good or bad 刚才蔡委員还没有讲 我就写到1点 不能把所有的沙石业都污名化 我先回答你的问题 我从来没有 你没有得过沙石业的捐款 但是问题 我们现在就好像一个印象 就是说 所有的沙石业都是坏的 我想其中也应该有好的吧 但是问题是现在 我们因为经过几次红胎 我们现在的河川 苏俊跟挖沙石变成合一 你如果没有这些人来挖沙石 我们就完蛋了 但是我必须承认里头 有问题的很多 为什么 因为黑道从事的行业 有两个特征 一个就是利润特别丰厚 3% 2%他不要做 一定是30% 50%他才要做 第二个特点就是 他一定要用非法的暴力 还是今天黑风惊的力量 来巩固他的独占或寡占 把他丰厚 这两点都是他的特征 所以 科学要认识清楚 如果没有人做败 如果中国在做30% 我们组家去设计 他们只字字点点 说他们老婆在做30% 我们家就剩5%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第二点 我觉得从这个案子 刚才运鹏讲得很好 要把它全国性化 这个不是南投的事情 不是南投更生人事件 是全国黑道干政的事件 所以要收钱也好 人也好 钱也好 你要丰厚 先查清楚 你要调查一下 你要谨记马总统的教训 宁可落选 不能跟这个有瓜葛 那第三点我认为 我们的来宾里头也有讲 说拐检里头开始黑的 出来不论是贾事也好 浮满刑记也好 都是白 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 这是无罪推定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没有黑到治国的问题 那我们没有黑到更正的问题 我们没有黑 这个黑金挂钩的问题 因为在外面都是白的 对不对 那只有白金挂钩 哪有黑金挂钩 你比较黑的 出来就白了 哪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这个灰色地带 是非常宽的 而且是很不容易量化的 那我觉得有良心的政治人物 要好好的拿捏 宁可落选 我再讲一次 要谨记马总统的训事 宁可落选 你否认了 李建宏都出来否认你还 再讲一次 否认还要再讲一次 不过如果你否认 我要撤回对马英九总统的支持 否认啊 我跟你讲 这个台湾的未来 这一点很重要 我跟你讲 南方说最近也 今天也写了一篇文章 非常强调这一点 我跟你说 虽然去最近的文章 不一定我每篇都看到他 但今天写这篇是很对的 这篇你会感到他了 我跟你讲 你黑到我出来以后 我不是要弄断你的活路 或是你的权力 跟大家都差不多 除了你假设的 要出国要请示以外 要申请以外 你其他的自由 我们都一样没有起始 但是你要拿捏 我跟你说 很多地方 像政治想要你摸 除非你 猝皮他会都觉得你是好人 想要你摸 你要之所受恋 之所取舍 那政治人物呢 我跟你说 这票可以免贴就免贴 这票这个钱 这块可以免贴就免贴 我跟你讲 两边都各有分寸 之所拿捏 要不然 我跟你讲 台湾没有前途 我跟他总统就职言说 这个杀石业者 几位前辈 当然有不同 大家不同的认识的业者的状况 有好有坏 我同意 好的不多 坏得很坏 好的不多 坏得很坏 哪一个县市 谁敢真的处理杀石的问题 没有人敢 民进党 没有人敢 大家都一起长大 共业 没办法 这个吴敦毅说 自称自己手把手规矩 他八十贯息 他感觉很良好 他证明我很手法 很手规矩 我说就行了 刚主持人提到在炒铁敦夜市办的晚会 时间是去年的1月11号 为什么特别讲1月11号 因为第二天要投票 选前之夜 选前之夜 重不重要 各位 很重要 选前之夜 选前之夜 最后1月11号 不是要留下来啦 那刚好是10万吗 我要跟吴敦毅跟江青梁来算一下 真的是10万吗 你认为比10万多还比10万少 主持人我有个问题 刚好10万 这条 这条有点意思说我要立 他不要让我立 算什么呢 你怎么是算江青梁的呢 这间是你的吗 你是主委 这几间都看我的就对了 这场地是我的 这个地主是我 我陈辉文说我取完借你啊 我送你都可以啊 那是你的吗 然后你就算10万 那10万你报谁的名字 你是报江青梁个人捐献 这样有没有问题 我什么手把手规矩 那我也不太同意韻彭兄讲说 一个电话 或者说中天的一个 一个访问的by 就说夜市好不好 生意好不好 夜市好不好 我哪哪在 雅琪爱 他们说 我卖烤肉的很好 他卖那个冬瓜茶的不好 那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是 这是好还是不好 我不懂 大家是好还是不好 还是因为最近在周年庆 所以好或不好 不是 总监派SNG去 这个有卖点 这个我把这个整个 我可以把他讲完好不好 这个说到做到 我不是要讲江青梁 我没那么无聊 我谁不知道他背景 他说公司打烊 计划离开南投 离开啊 所以我问大家 江青梁的背景 大家很清楚 因为我为什么 用不同的标准看他位 因为他不是候选人 他如果今天要选县长 我就用选县长的标准来看他 他不是 他没有要选县长 他这个本来是个后援会的这个 这个会长 后来他也辞掉了 那说公司这样又要打烊了 就要离开南投了 南投是你的跟啊 这么多野车都要扣你 你处理的时候 你说我要离开南投 我公司要打烊了 这有很严重吗 我说有严重当说脆肚肚吗 脆肚肚这个台语 那这些政策你说的还说不熟 好嚣得离谱啦 民进党啊 如果没有办法在12月5号投票之前拿出 吴敦毅特建延青标的时候 这吴敦毅已经承认了 他到台中军区特建延青标 吴敦毅是一个人去 还是带江青梁去 如果吴敦毅也带江青梁去 吴敦毅实习任院长 很简单 你又不行 吴敦毅实习任院长 你又不行啊 如果吴敦毅是没有带江青梁去 特建延青标 那民进党出来道歉 我就欲别说 我们说不定了 如果这种事情 台中军区都有记录啊 如果这种事情 民进党立任党团啊 都查不出来 那美国牛肉也不用公投了 奇怪啊 你这个都查不出来 那个逼法务部都要把他逼出来 说到底有没有嘛 因为主持人 各报写的不太一样 有人说有 有人说没有 有人写有 有人写这样子啊 有人写这样子 我想地方记者 我必须说句实在话 地方记者现在的压力 超过大家的想象 我坐一家 吹敦毅 用麥克风说话很简单 在电影外拍处理 我讲个县市的问题 去年某一个县市 也闹得满城风雨 友台 友台的一个这个注点的记者 被迫搬家 当然不是难投了 去年闹得凶的不是难投了 被迫搬家 然后干嘛 申请警方保护 有劲吗 不是没劲啊 你说他是不是黑道 我不是黑道啊 可是有小朋友会去帮我处理就好了 我干嘛动手 我几岁的我还动手 说一下 暗示一下 人家都去修理啊 记者是连夜搬家 走到要死 所以台湾有没有黑道 大家把黑道讲的太不必美化 黑道是干嘛 真的过命 他这一位大哥的太太被修理啊 好像你们比较轮廓一点 他太太被修理 然后记者一写 他们就说你们这个太过分了 就修理啊 这事实啊 所以我们都有黑道干政的问题 不是啦 各限制 我质疑江青梁 我认为我有所本啊 我认为他没有必要这样子啊 这个干你什么事 我觉得江青梁 我认为吴敦毅是该死 那江青梁不必啊 你继续让南投草屯好好打拼 那你之前那个什么特件啊 钱啊那些讲不清楚 我觉得不应该 一个以江青梁的水准而已 我认为你应该据死以告才对啊 刚刚刚有台主事人讲了很久啊 我们在那边炸领了半个小时车 也要听他们两个在那边对谈 他讲了一大堆 结果后来一 原来你是获益者 一检验 没有我都做笔记啊 我很认真啊 我都做笔记 一检验 我们跟你说的到时期都有政党 这样对政党来说 我认为是不好的 不应该这样做 不过刚才慧文讲的就是 吴敦毅到底特件言清 不要说江青梁 有没有在旁边哦 蔡委員这个查得出来吧 这可能会查 因为都有记录啊 因为你说你特件进去的话 那为什么这么多天的 都还没有人查出来 不难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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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我有几点 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像我在竞选的时候 我自己去借场地 或者我的朋友帮我借场地 或者挂招牌啊等等 你说这个他场地借我 他就跟我有告白哦 那不一定哦 我搞不好根本不能是他 像我告了很多看法 那栋房子是谁的 我根本搞不清楚 比如说我是拜托 神老大去帮我借几个场地来 那你会开这种 非现金捐献的单据给他吗 我坦白承认这个我没开过 你没开过 又一个漏爆了 这不是漏爆 因为这个东西 没办法去订出价格来 就是说你的银架上就有看板 我们要订价 那如果像场地有租金 那也容易订价 蔡委员 他那个我打擦一下 银架看板 挂我灰文房地产的 他要跟我收钱 那挂拜托支持蔡政典 为什么不用收钱 那这样有钱不赞助啊 不是 不是每一个银架 所以这个要申报 这是要申报 这算是捐献 那为什么不赞助我 我卖房子为什么不赞助我 我跟你讲 这个 因为你如果是去 看板广告的话 他们有签略什么事情 可是他借我们 就挂这个东西 他就他的主官认为 我就想你赢了 没问题 就你给他挂一下而已 是这个情形 奥太凶了 不是奥太凶了 不是奥太凶了 这个监察也没有要求 你这里审报 再来 第二个 我要说明一下 就是说 你这个 那个什么 特建眼镜镖这个事情 知道我们 我也特建过眼镜镖 我也是亲自去 你没有带江青娘去啊 没有带江青娘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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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带眼镜镖的时候 那你带谁 眼镜镖的那个孙子 那是合理啊 那合理啊 你带眼镜镖的孙子 人是长群啊 对啊 眼镜镖的孙子 三代交情 三代交情 这个我们立法委员 另外呢 有很多选民 拜托啦 就像我讲过了 我公开讲过 有一个要看孙子的奥巴桑 有一个要看老公的太太 他来跟我求啊 说要跟我下跪啊 那你说怎么办啊 说我特建你带了好几次 你说我特建 你现在问我说 我怎么讲得清楚 我也讲不清楚 太久了 我们对你没恶意嘛 不是啊 我解释说 你若是行政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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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若是行政院做的工作嘛 你带了那些阿公阿嬷小孩 你记不得是可能的 但是带了江青梁会不记得 这个比较奇怪 不是说不能带江青梁去特建 不是不是 就是说吴敦毅如果带江青梁去特建 眼镜镖我也不会有意见 问题是你们两个一开始都说没有 要分清楚啦 第一个报纸上媒体也是说 江青梁为了要去建那个什么 他一个道上的朋友 郭平会 的时候 是由吴敦毅安排特建的 现在确定他不是特建 吴敦毅本人没有去 第二个吴敦毅 那吴敦毅干嘛概括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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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敦毅第一时间说有啊 如果有人对这个事情 蔡正元 你不要凹成这样子 吴敦毅自己都说有啦 你现在又说是一般接见 不是嘛 你服务处办的 行政院长的查证 不如一个立法委员 他卡到他自己 他说有 他说服务处有 我概括承受 他是不是这样讲 吴敦毅有被批评 他当然概括承受 但是的确是服务处办的 但是他本人没去啦 那一天吴敦毅都以为是特建啊 他以为那服务处给的是特建啊 不是 他不是特建 那吴敦毅弄错了喔 你假设对那吴敦毅弄错了喔 那吴敦毅弄错了嘛 吴敦毅有没有去特建这个 眼睛标 是有特建眼睛标 我也有特建眼睛标过啊 重点还是他有没有带江青娘啦 有没有带江青娘 那这个查就知道 因为特建 那吴敦毅弄错了 吴敦毅弄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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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是觉得 要批评吴敦毅也可以 可是我们还是要救世问世嘛 要有政据才批评嘛 蔡政委委员 我刚哪一个部分 不是救世论事